邀客過戶蓋過三星 iPhone贏得漂亮 Samsung Samsung iPhone iPhone 同記者之前做過街訪 問大家喜歡Samsung多些 還是iPhone多些 結果是Samsung用家比較多 和外國市房差不多 不過美國有調查 就叫大家看定些 因為雖然多數人 第一部智能手機會選Samsung 但過去一年內 蘋果搶走Samsung客人的數量 多過Samsung搶走的 3.3% 而20%的新iPhone用戶 之前都是用Android機 相反Samsung的新買家 只有7% 是之前用開iPhone 調查中說iPhone有多數 6.9%都是34歲以下 而且超過三分一都有碩士學位 年薪有90多萬 到180萬港元 去職員